主料,花生,纯牛奶一袋,辅量,八角两个,花椒三十粒,盐,鸡精,黑胡椒粉,准备时间,两小时以上,制作时间,三十分钟到一小时,将花生用水清洗两遍后沥干水分备用,牛奶,纯净水备用,花椒,八角备用,清洗干净的花生放入八角,花椒,倒入纯净水,牛奶,撒上盐,鸡精, 再倒少许黑胡椒粉,包上保鲜膜,然后放冰箱冷藏室浸泡一夜,浸泡入味的花生倒入粉砂,去掉八角,花椒,沥干水分捞出,烤箱预热180度,将花生平布在包油锡纸的烤盘上,闪下火烤三十分钟,烹饪技巧 一,花生腌色的时间越久,味道就会越香二,烤的过程中,需要均匀的翻动几次 三,花生入烤湿水分,一定要完全烘干,否则口感会发皮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